我是吴明賢 我的繪畫的技巧是擅長與拼鐵 拼鐵是我的一種招牌 第一次用的collage 就是從海邊裡面找到的廢物 好像人家丟掉的那種canvas 人家丟掉的繩子 丟掉的防布 備克 紗什麼都可以拿來唱作 把它組合起來就是一張藝術品 我出生以大富人家 我父親是做生意的 我們有兩個阿嬸 煮飯給我們吃 還有車夫 還有租豪宅 你看那些都是我的家以前是在Carton那邊的 可以說那時候實際上會開車去學校 老師都沒有車 你看我可以開車 載我的同學去 旁邊還有我的車夫 你看 小學的時候我一天有一塊錢 那時候一塊錢可以說是 一碗麵才一毛錢 一個冰塊那種圓圓的一塊五分錢而已 所以我可以給我的同學每個人一毛錢他們去吃麵 你看我是不是老大 在學校吃老大 他們都當我是Godfather這樣 哇很好欸 去吃麵啊 就是我買單 我是學音樂 開始學音樂的 我在出國的時候我已經帶著口琴 可以懷舊 可以想到這種大自然的美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口琴是我最喜歡的一種樂器之一 在國際的這個活動裡面 他們知道我每一次都要上台表演 能夠娛樂大家 這何樂而不為呢是嗎 我渡華僑中學華中 我參加會考的時候 還好我的美術不及格 要不然及格的話我可能會考及格 可能我回去當一個老師 就沒有機會出國去美國了 我去美國的時候 當年是25歲 我在紐約一共待了5年 從1962年到1966年 在那邊我們的名字 他們叫起來很別扭 什麼無名錢都叫不了 就給我叫一個名字叫我Bang 他們叫我Bang 我在美國最出名的是我的炒飯 他們覺得我炒飯炒得很好 所以給我一個名字叫 Rifei's Alabama 我在學生的時候 已經知道有這個Pink-Tier的媒介 因為陳文希老師給我們看 看到Black、Picasso那些作品 一直到我到了紐約 後來在馬省 Massachusetts的那個Promestown workshop 我就跟我的恩師Leal Manso老師 看到用Pink-Tier的來唱作 給我啟發了 這個媒介是很適合我 所以可以說 我在美國、紐約跟這個馬省 這一個段時間 是我一生唱作的轉捩點 我的老師Leal Manso有一天他就跟我講 像你們從東方來 你們的文化這麼深 那麼你在唱作的過程 你就要好好的把握 用你們東方的思維來進行唱作 我覺得這個是給我一種啟發 後來回到新加坡 我的唱作的理念 都是根據這個來進行唱作 我作為一個Pink-Tier畫家 是因為我的性格是很即興的 我不能夠用油畫來唱作 因為要等很多天 所以我去課的 就能夠在這些材料裡面 發揮我的那種思考 馬上成為一張作品 其實我不是一個Karanguni 不是剪那些垃圾垃圾的東西 因為我很注重這個質感 就是質感 所以我選擇的材料 多數跟這個布料 放物件 還有一些鐵片 各種各樣的材料 如果我認為是適合我的畫 我就會把它收集起來 甚至於人家已經是拋棄的 好像Tissue Paper 還有那些很美麗的一些 花布的碎片 我都可以拿來做畫 人家丟棄的木 那個Bamboo 本身就是很好的 還有繩子 所以這些都是跟我們生活 細細相關的棉料 為什麼不可以用呢 這個有句話講 公益三其四 必先立其細 我的作品 能夠說是比較注意 內涵 人文 展示的現實 那麼也是給我反映 自己對這個整個 我們的生活環境的一種意識 我有一些作品 好像一個系列的 叫做Urban Renew 就是四期重現的作品 我因為住在柴南道那邊 我每天有大腳車 看到那些好像豆腐街 那些沙俄街 那些建築 都把它毀掉 哇 我覺得很痛心 所以你說 畫家是不是跟環境的變化 有一點這個關係 要是你只是畫 我看到畫什麼就畫 就沒有那種 叫做feeling 要有feeling 就是我們在那個時代 做的東西 有多少有反映我們的感覺 所以這個是跟做這樣的理念來唱作的 我們好像是發出一種訊息 這種訊息是無形的 就是你的頭腦裡面想的東西 你就唱作出來 藝術裡面這個所謂抽象不抽象 很多人說 我看不懂抽象 所以這個也是有一種語言的 那你要跟進的話 你就要很好的去跟它接觸 然後去了解 不一定說你一定 隨隨便便 貼貼貼出一張畫 不是這個意思 你要有preconcept 就是我在還沒有做之後 我有一種經過生思以後 來唱作的一種概念 所以就是靠我們畫家的思考 畫家的經驗 經過你消化以後 產生了效果 你們看的時候 它的構圖 它的顏色 它的質感 它的各種各樣的處理方法 看整體說這張畫 好在哪裡 我能夠想 這個是紙 這個是布 我常常講 一個好的paint 處理到最後 你不知道它是用什麼原料做的 就是一個好的paint 所以你不要去找 這個是什麼原料 曾經有一張畫叫做 我就是用那個生鏽的鐵釘 放圓 給它乘生鏽 然後我才拿來畫 連它這樣畫到現在 那個顏色不退的 我現在雖然是80多歲 我還是在學習 很多東西 越看越能夠學的 學的東西太多太多了 每天發生的事情 都會影響到你的感覺 畫家如果沒有感覺 怎麼能夠畫 感覺就是感受到 環境的變化 畫家一定要比普通人 更有那種敏感性 有了感受 就能夠創作一個很好的作品 現代畫就能夠起到這個作用 把你所有的感受 把你的感覺 把它變成一種符號 產生那種作品 作詞文化 當我們年輕的時候 當然是沒有跟進式的去唱作 只是學到什麼就畫什麼 但是經過很長的時間慢慢了解 唱作其實要根據自己的國家的文化 文化背景跟我們的人文跟我們的環境 才能夠把我們的畫作做出來跟其他的國家不一樣 所以能夠別次做出一種我們有新加坡 一種浴室的作品 可以創作一些好的作品 好的回憶 這一生就很值得了 所以我也要在 能夠在新加坡作為一個畫家 也是前世修來的父 能夠在我有生之年 繼續地把我們新加坡美的一面 再表現出來 我是非常感恩的 謝謝 謝謝